六只巨大的驯鹿拉着俄罗斯老妇 一路冲刺在世界的尽头 他赶着西伯利亚最大的驯鹿群 在北极台原的大地上寻找最新鲜的草地 作为顽强的涅涅慈人 他的族人们一直与驯鹿为伴 在亚马尔半岛上生活了许多个世纪 他们永远不会在一个地方停留太久 一生就是一场永无休止的迁徙 这里是地球的边缘 神秘的世界尽头 俄罗斯西伯利亚西北部的亚马尔半岛 这片地区一半以上的面积都被广袤的台原占据 游牧民族涅涅慈人是这里的常住民 迈考和埃德夫妇结婚三十年 育有六个孩子 他们原本是萨洛特托家族世袭的迅鹿牧民 这个家族在念念词语中 意为白鹿大师 如今 迈考一家与其他七个家庭 一起为驯鹿牧羊队工作 共同掌管着四千多只驯鹿 他们正向北行驶 前往难以驾驭的卡拉海沿岸 台原是很严酷的地方 天气变幻莫测 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刮着强风 最低气温会降至五十度以下 哪怕是风和日丽的天气 也会在路途上遇到成群的猛虫 涅涅词人每年都会陪着驯鹿 进行一千公里的迁徙 冬天去南方避寒 夏日极昼开始之时 庞大的路群 就会经过 伯瓦年科夫斯科耶地区 走过熟悉的弯道与河流 路过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体 前往北极约会 迁徙中 每个家庭永远只会走各自指定的路径 来避免与其他牧群互相干扰 现在八个家庭在一处草场上落脚 搭建起一种名为密友的锥形帐篷 它主要由支架和覆盖物两部分组成 冬季覆盖瘦皮 防风保暖 夏季覆盖防水布 防雨又凉快 屋内的布局永远是火炉在中心 左右两边是睡觉的区域 除了一张用来吃饭的小桌子 再也没有额外的家居 涅涅词人说 简单生活和尊重地球 是台原生存的两大秘诀 当牧羊人忙于在野外照顾路群时 妇女们则会在家里保障每位成员 能够吃饱穿暖 男主外 女主内 是涅涅词人的家庭分工 短暂的夏天给了人和动物们一个缓冲期 可以让人们有条不紊地为冬天做足准备 涅涅词人的孩子们在七岁前会和父母住在一起 达到学龄后会被送往村庄上学 每年春天时 直升机会送孩子们回来度假 待初秋时再将他们接回 假期里除了玩耍 女孩们要学习如何成为一名家庭主妇 男孩们则要学习如何成为一名牧羊人 他们需要不断地练习套绳圈 手中甩出的绳子是一种用鹿皮编织而成的绳子 长度为15到20米 能远距离捕捉快速行走的动物 他们还要学会手持五米的木质长杆 这两项是涅涅词男性牧羊人的必备技能 当鹿群如同惊涛骇浪的江水蔓延大地 除了完善的御鹿之术 训练有素的哈士奇 也是涅涅词人管理鹿群的好帮手 每只幼犬会从一岁开始训练 长大后将成为迁徙路上的得力干将 由于鹿角在夏天时较为柔软 冬天会变得僵硬 为了防止迅鹿们伤害到彼此 牧民会在冬天来临前割去脚上的树冠 现在牧民和叙鹿们来到喀拉海附近 在海岸几公里外建立营地 这里没有四处飞舞的猛虫 只有慷慨的草场 叙鹿们将在这里度假到冷空气来临 在草场彻底变成冰原以前 一路向南再次穿过亚马尔半岛 开始一场迁徙的轮回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